你不能離開嗎? 我能夠做得到 但 我還想要練習 淘天蠍斗 羽毛球對於他來說意味著什麼? 是16、17年競賽之後的浪子回頭 還是18、19賽季的風光無鳥 或者說只剩下無盡的往日少年 離開東京走向巴黎 我們等了他太久太久 競賽、車禍、新冠 一路的跌配流離紛紛擾擾 他的故事將會迎來怎樣的結局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期視頻讓我們走進金牌之外的故事 2011年3月10日日本佛島蟹 這一年淘天蠍斜斗高滿16歲 從中學深入一所體育牆下的他 正準備登上飛機代表學校前往印尼比賽 按照他的約定計劃 淘天將在秋季代表日本參加世界青年羽毛球錦標賽 開啟國際比賽的生涯 4日3月11日週五的下午2點46分18秒 東日本大地震 這是有紀錄以來在日本所發生的回模最大的地震 隨著來的便是高度超過10米的巨大海嘯 前一天飛往印尼參賽的淘天蟹斗 從電視轉播畫面中目睹了這場災難 早就叫做電視轉播畫面中 電視轉播畫面中 改善状況太過分了 夜間不繫得到夜間 我自己也不遇到電視轉播畫面中 真的辛辛苦了 緊接著 輔導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洩露災害 而他就讀的學校 輔導謝利富剛高校距離核電站不到13公里 是否可能還能不能回家 說了 我記得很孤獨感 幸運的是 在當地官員的努力下 正後兩個月 淘天蟹斗的身影 又開始輾轉出現在 輔導界的各個公共體育館中 作為正後運動員的代表 有一個目標在他心裡悄悄萌芽 我記得在年月後 我記得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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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不會風化 我真的要求 我真的要求活動 我真的要求出身高 我出身高 我必然的 是東岡町 我可以出身高 2012年世界青年羽毛球儆標賽 這將是陶鐵血統 最後一次代表福剛高校 初战世青赛 也是他将辅导带上世界的最后机会 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男单的历史 将因这位来自辅导的少年所改变 陶铁一路击败许光熙 薛松 在决赛熬战三局拿下胜利 就像为打破历史而生一般 他成为了日本首位登顶世青赛的男单 与此同时 这位刚满18岁的少年 有了自己新的目标 将来是奥林匹区で メダルを取ることです 何のメダルですか 金メダルを取ることです 2013年高中毕业后 陶铁鞋斗顺利入选日本国家队 并在来年的汤姆斯杯中 以二单的身份随队出战 以全胜战技帮助日本队 首夺汤杯打破历史 终结了日本60多年来 无约汤姆斯杯的遗憾 出色的赛场表现 让他的世界排名逐渐爬升 终于在2016年初 他的排名超过林丹 李宗伟 来到了世界第二位 此时距离礼约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奥运金牌的梦想离他也越来越近 奥运前夕 陶铁鞋斗被发现在赌场违法赌国 受到了无限期竞赛的处罚 这也意味着奥运奥奖牌的梦想 将与他彻底绝约 礼约奥运会如期举行 这一瞬间就像五年前那样 陶铁鞋斗又一次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自己的梦想再一次破灭 七个月后时间来了冬天 在熊本市举办的正后复兴活动中 陶铁鞋斗的身影 时隔七个月再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不知所措 举措不安 他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资格 再次站上球场 面对孩子们全力打球的样子 他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终于在来年的五月 陶铁鞋斗因表现良好 接近回归 但长大一年多的空窗期 对于专业运动员的影响难以预测 没人对他的表现抱有期待 这一刻陶铁鞋斗终于越过漫长黑暗 夺得全国冠军 时隔十三个月 重新回到了羽毛球楼舞台 这位从福岛走向世界的冠军 终于摘下了问题上年的标签 地震 竞赛 都没有磨灭他藏在心底里的梦想 他也终于在同年十二月份 受邀回归日本国家队 重新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一场决心的旅程正带开启 在远离赛场的一年里 他与同期学生的距离也越走越远 奥运奖牌 世锦赛冠军全赢奖杯 他必须在未来一年里迎头赶上 才有机会乘上前往东京的高速列车 而这张车票越比他想象中来得更快 四年四月的亚锦赛 陶天蟹斗连续击败十余期 李宗伟等多位与谭名将 并在决赛中击败成龙 拿下了亚锦赛的冠军 他的世界排名也从去年的二百八十二位 来到了如今的第十二名 把过去失去的时光重新拿回来 这是他最急欠的目标 竞赛归了后的他 开始不知疲惫的训练 其实是一个人心疚的男人 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休息 我认为自己的心疼 我只是想说不怕 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习惯的冠军 在休息之后 我认为自己的速冠军 但为什么如此 我认为我认为一个人喜欢 键赛归的男人 我总是键赛归的风格 我认为我认为键赛归的时候 我认为键赛归的事 一直在键赛归的角色 nyol 时间来到2018年的夏天 历经六年的时间 世青赛的冠军少年 再次踏入世青赛的舞台 14年首轮出局 15年止步四强 16年竞赛挂拍 世界No.1这是他竞赛前未能完成的目标 也是日本男单40多年来未曾实现的溯月 为打破利舌胜的少年能否继续他的使命 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的施鱼七 中尺剑 战 stock 兽量较继续 这次是最后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再打一圈 最终淘铁斜斗以直落2的比分 再度打破历史捧杯冠军 成为日本首位独得市境赛 男单冠军的球员 国际赛团上的强势表现 让淘铁的积分排名 在同年9月登顶世界第一 世界那么万的梦想终于圆满 但他的巅峰时刻还未到来 在接下来的2019年里 淘铁斜斗的表现 可以用统治两个字来形容 前年实际赛首作全英奖杯 并以全年11冠的成绩刷新吉尼斯记录 赛季胜率高达91.8% 他如贴彩般洪洪出世 横扫所人触及的一切记录 在一次夺冠后的见面会中 我们最开始的未曾回答的问题 再次出现 到着看 難しいな 我认识是一人一人的バックミックを做得到的 練習でも試合が出得到的 その人たちに関しても表演するのが 自分自身的バックミックになって思ってます 满怀感激地去打球 陶铁带着这样的信念 重新向自己的梦想 奥运金牌 再次发起冲击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将陶铁鞋斗的奥运梦 再次按下了暂停键 尽管三周之后 他就回到了国家队继续训练 但车祸的影响 越比他想象中更加严重 右眼 野窝敌骨折 正面看起来 正面看起来 眼球动起来 上边看起来 弹的感觉 二次跳起来 手术之后 陶铁遵从医主 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香川蟹安心休养 在辅导之前 这才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陶铁蟹斗出生于香川蟹的 一座滨海小城 Kento 这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 希望他能像超人 克拉克·肯特一样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陶铁蟹斗也不负众望 一年级学习羽毛球 六年级达成全国之霸 奥运的种子也在此刻 早早地萌芽 我已经成为了 欣赏的活跃 随后他在初三参加全日锦标赛 发新最年轻的参赛选手记录 并在高中毕业前成为了实情赛冠军 如果一切顺利 如果没有地震 没有竞赛 也没有车祸 或许他真的能像超人一样 将日本羽毛球带进新的时代 在小学校的时候 这个阶段感觉很长 从去辅导上中学以来 陶铁蟹就很少这样 悠闲地在家乡度日 何也能做 何要干吗 我非常练习 非常浅沸 我练习完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 三个多月后 陶铁蟹斗顺利回到队伍之中 开始训练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 这也给他带来了 更多恢复的时间 对于金牌 对于一年后的奥运 陶铁也有了新的想法 我希望能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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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能成功 我希望能成功 做不到一年 那些人是金取得得到的事嗎 對 所以 在高等地上站著的意味 那些意味 那些意味 但是 別的金取得得到的 那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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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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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之前 陶鐵收到了此前見面會上 那群小學生們的男性 那些人 那些人 陶鐵斜斜 如月 踏入了奧林體克的賽場 和多年前 事情賽的那個夏天一樣 他的對手是徐光希 但結局 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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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鐵 輸了 十五年的奧運之旅 就此結束了 不好意思 那些人 那些人 再加上一代表现实力 再回来 再加上一个球场, 我认为有机会的经验, 我认为自己的经验, 我认为值得出不满的效果。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的两年里, 陶帝歇斗仅收获一座公开赛冠军, 世界排名也跌落至42位。 但从富康高校毕业的他, 依旧回约在赛场之上 2022年底 经过短暂的休赛之后 淘铁歇斗又重新回过到赛场之上 并在2022年 全日本综合中重夺全国冠军 正如他自己所说 淘铁鞋斗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追逐金牌的路上 他或许是失败的 但在15年的奥运旅途中 他收获了比金牌更重要的东西 在离开冠军的舞台后 淘铁开设了自己的社交频道 那个会因为孩子们的来信 而偷偷哭鼻子的辅导少年 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羽毛球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梦想会破灭 金牌会远去 但那可谓梦想而跳动的心脏 将永远和他延续下去 OK 这又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用了 想而想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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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